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今天疫情又有最新的进展 今天台湾新增了五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而稍后呢 指挥官陈时中也会在两点钟左右 亲自出面来召开记者会 公布昨天英国航班回台湾的检验结果 好这回为了要防堵这个英国变种的病毒入侵 指挥中心呢是高规格的防疫 除了114位从英国回来的乘客 必须要集中检疫14天之外 其他13位机组员也通通要接受双裁检 另外要外加居家检疫14天 而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 在日本的情况就怕这个变种的病毒会蔓延 已经宣布了 从今天开始 日本锁国直到1月底为止 好马上就要到来的跨年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刚才开出了第一枪 直接呛名 任何的大型活动 只要你没有办法做到实名制就停办 好刚才呢最新的消息 新北市的巴黎跨年烟火已经确定要延期举办了 好这个跨年之后呢 莱猪就要开放进口了 国民党为了要挡莱猪要把战线再度拉回街头 好元旦当天就要来举办一个千人见走的反莱猪活动 现在执政党要伤脑筋的还有就是针对这个莱季的规范 中央跟地方不同调 而现在就连台湾租的标章都没有统一 超过10种以上的版本 到底消费者要怎么来认定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好我们要先来介绍现场的5位来宾 首先欢迎到是第一位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坤城 梦琪好大家好 好再来欢迎到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梦琪好大家平安 好再来我左手边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好再来介绍是资深媒体人郑佩芬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最后欢迎到是时事评论员温朗东 梦琪好大家好 好我们要赶快来关注的就是防疫高规格 昨天晚上华航班机载回了114位 从英国返台的乘客 再加上13位的机组员 整台飞机总共是127人 通通都要接受双采检跟检疫14天 好那有旅客呢回到台湾之后 第一句跟我们的防疫人员说的就是 回台湾就像是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赶快来看一下完整的报道 英国返台班机抵达乘客从空桥走出来 每个人都穿戴防护面镜防护衣 一个个走过温度计检测仪填写健康声明书 桃园机场最高规格走专属通道 严格进行检疫 总计127人自英国返台 其中一人发烧送往医院治疗 四个人14天内曾经有症状 在机场就地裁检 机组员13人则是前往防疫旅馆 而乌来检疫所上午传出一个人喉咙痛 但不会再做裁检 桌椅床铺往前走 还能看到一个小阳台 英国返台旅客入驻乌来集中检疫所 可说是从疫情肆虐的英国脱身 来到台湾的隔离场所 也算是另类的小天地 一路上包括裁检动线 都是高规格防疫 衣服会执行长王毕胜 在脸书晒出一张张照片 强调长途旅行加上沉重行李 还有人带着小小孩 每个人好累 好几个人跟我说回家真好 到了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看着集中检疫所各组有条不纹 又高效率的执行任务 深深以他们为傲 就感觉到好像回家一样 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流露了 那说实在话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相对 真的是比较安全的 那也有一些人会说 其实像在国外 他们的这个防疫的作为 其实都还算是比较满松散的 跟我们比起来的话 那连这个外国人也是都这么说 毕竟英国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边境防疫规格更是不能马虎 指挥中心寄出有英国旅游室的旅客 一律入境裁剪 入住集中检疫所 必在检疫完成后 二次裁剪 以加强裁剪 集中检疫两招 要阻绝疫情 台湾真的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先来关注今天 全世界疫情的最新发展 首先来看到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了8076万 而死亡人数高达176万 目前世界上疫情最惨重的同样还是在美国 确诊数已经直逼2000万大关了 现在来到1913万 全美国有超过30万人 因为染上了武汉肺炎过世 巴西确诊数748万 印度确诊数超过了1000万 而英国在发现有变种的病毒株之后 每天的确诊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现在确诊人数超过了229万 而另外从今天开始锁国的日本 确诊数也超过了22万 那我们台湾加上今天新增的5例 这个境外移入个案 确诊人数来到790例 死亡人数维持在个位数7个人 好 接下来 英国的昨天回台湾的这一班华航班机的问题 我们要首先来请教朗东 我们看到昨天总共载了114位乘客 外加13位的机组人员 好 这114位乘客里面台湾人占最多90位 英国籍21位 美国籍2位 中国籍1位 好 不过昨天有一些状况 因为其中一个人发高烧到39度 另外其他4个人在这14天内有一些状况 所以他们都接受了裁剪 那除了114位乘客之外 再来13位机组员 他们通通都要接受所谓的双裁剪 还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 居家检疫是机组员的部分 那乘客通通都要送到这个检疫所里面来集中管理 我要请教朗东的时候 这一次所有人都要双裁剪 这个提高规格的防疫 我们就是要确保说 希望这个变种的病毒不要入侵到台湾 对 一开始听到变种病毒 觉得非常的可怕 后来了解之后才发现说 其实全世界特别是欧美所流行的病毒 它本身也是从意大利那边的变种病毒 病毒它就是会一直的变种 而且当初在意大利开始变种这个病毒 叫做D64G 它的传染力是比原本最原始的 从武汉那边来的高3.7倍到8.2倍 那现在英国这一支的话 大概就是高70%左右 朗东我们稍后再继续来分析 我们来看到指挥官目前已经在召开记者会了 赶快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的情形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 那今天记者会还是由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另外在指挥官左手册 是我们民航局的林副局长 那在林副局长左手册 是我们义服会的张 张执行长 王执行长 对对对 王毕胜 我都叫毕胜 所以他姓什么 就就就就一时记不起来 另外在我右手册 各位比较熟悉是我们庄人祥 庄发言人 兼组长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工作的一个进展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们今天 公布有8个 有8个境外移入的案例 那分别是英国 菲律宾及印尼 那分做两段来看 有787到791 是5个案例 是我们在例行性这样的一个检测 跟通报里面 所发现的 那792到794 是我们这个专机 昨天回来这127人 这检疫全部完毕 那总共验出有3名是阳性 那这3名里面包含的 大家所关心的 就是有发烧的 这一位 从英国回来 那其余两位是没有症状的 那本来大家另外关心其他四位有症状的 那目前验起来那四位有症状的是阴性 所以这127个里面 就是一位是发烧是阳性 那两位是无症状 被验出来 目前都在集中检疫所 那至于797到797到791 这5个案例 这里面 在787是英国 20多岁是英国籍 20多岁的男性 12月20日来台探亲 持有登机前3天的核酸检测的报告 入境后至住所居家检疫 12月25日出现扁桃腺肿痛 及耳朵痛 26日通报 卫生单位安排就医裁检 那近日确诊 那个案的接触者23人 其中14位列为居家隔离 这13人为前后排的旅客 9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那788为 菲律宾籍20多岁的女性移工 12月13日来台工作 也是有阴性检疫的报告 3天前的 那在集中检疫所检疫 那是没有症状 到12月26日进行期满裁检 那今日确诊 那没有匡列接触者 那789为印尼籍的20多岁的男性 愚公 12月12日来台工作 也是有阴性的报告 那在防御旅馆检疫 那没有症状 那12月27日检疫期满 那中介安排专车到医院裁检 那今日确诊 掌握个案的接触者5人 那因为都有适当的防护 所以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那790为 英国籍20多岁的男性 8月29日在英国确诊 12月9日到21日 裁检 4次核酸检疫均为阴性 12月23日来台处理事物 只有登基前3天核酸检疫性的报告 入境在集中检疫所检疫 那基金都没有症状 12月27日 所以是因为我们死心的英国的专案 所以我们就裁检 那于今天确诊 那掌握个案的接触者18人 其他3人为前后排的旅客 居家隔离 那已数人未入境 那透过IHR通报相关的单位 那案790为奔国籍 20多岁的男性 那今年2月到英国留学 12月22日返国 持有登基前3天的核酸检疫报告 那在居家检疫 26日出现发烧 咳嗽流鼻水 及肌肉 酸痛的症状 有卫生单位安排就医裁检 那今日确诊 那由于个案可算期间 已独自在住家 在住家进行居家检疫 且就医时接触相关人员均有适当的防护 所以没有匡列接触者 所以总共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 在这里面 最近这个特别我们23日起 到返台的检验的结果 是12月23日到现在入境的 除了昨天那个专机以外 有英国旅游室的14天的英国旅游室的 总共有27人 那其中1人是阳性 那阴性的26人 刚才阳性的那位就 刚刚已经报告过了 就是我们的790专案 不是790 案790 那12月27日 英国返台的班机 总共127人 那3人 採检是阳性 124人是阴性 那3人是792 793 794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国际航空 公司的机组人员 那经过上个礼拜 这样几天跟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决定 到目前来讲 那当然 原来的这些也需要大概前端在 执行的期间 那机上全程的防护 那外站的一个管理 那有交通部监测及管理 那返台进入社区 那原来是3天5天就派飞 我们仍然维持3天5天是派飞 那但是本来3天5天之后 就是自主健康管理 没有我们现在要都是要到7天的 7天的一个居家检疫 7天7天居家检疫第7天我们会裁检 那如果是阴性 那进入一个加强的 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在7天 那就是要每日量体温监测及 症状的监测 那禁止搭乘大众运输的工具 禁止出入 不宜维持社交距离且近距离接触不特定他人的场所 例如喜宴 酒吧 夜店 百货商场夜市等 4 外出强制要佩戴口罩 5 详实记载行程及接触人士且实名制 那聚检时间的派案我们要专案的管理 除派费自行外 不得外出 那先派 先派非常诚的航班 聚检日重新算起 且搭公司的交通车 派费前填报 知一签健康的声明书 就最基本大概就是强化 不管是在整体在那个在执行间 跟在外站的管理 那外 那基本上就是除了三天五天的派费 那一样 这要做满 如果没有在派费的时候都要 就是居家 居家检疫七天要完整 以前是三天五天就改成 自主健康管理 我们现在七天以后 才会改成自主健康管理 而自主健康管理也是加强版的 那基本上是 本来 是避免的 那现在都是禁止 那第七天我们会采 采检阴性 然后才会转过来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 在冬天 大家马上就这个气温也越来越低 也进入我们那个 稍以前的一个流感 相对的一个高峰期 那我们还是呼吁还没有打流感疫苗的 那尽速的施打疫苗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先报告到这里 那有问题 现在可以提出来 想请问一下部长就是说 昨天确诊的那个三名从英国航班回来的确诊者当中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比对出来 就说他的租型是变异族呢 对于他那个相关那个做现 我们 那个 这里面看他里面的病毒量 病毒量比较高一点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直接比对 大概是三天会知道 但是有时候他病毒量比较低的时候 要做病毒培养 培养出来的时候才会 才能做比对 那想请问一下我们昨天的确诊者当中的话 他的病毒量高还是低呢 两位跟报告 有上 有三支嘛 那有一支的CT值15.7 这相对比较高 所以大概这里面比较短的时间 应该是可以做出来 另外两支都还蛮低的 一个是34.5 一个是33.5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有听到这指挥官宣布 今天台湾的新增8例的境外移入 不过朗东这8例里面其中有3例 好 就是昨天这个英国返台的这班飞行里面有3个人是验出阳性确诊 那当然大家民众都很担心会不会是这个变异的病毒株 不过刚才已经讲了需要再两到三天的时间 才有办法来比对这个病毒的这个序列啦 朗东怎么看 没错 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武汉病毒 它其实到这个西班牙或到意大利都有经过变种 那这一次这个变种是英国那边还没有完全证实 他只是说用一种比较保守的方式提倒的去警告全世界 那他目前可以知道是大概传染力是比原本最原始的高上的70% 那当然这必须是小心 那特别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有多次的这个裁剪嘛 那刚刚也讲到说有一位确诊的 他是之前就有4次是阴性 结果验到后来才发现的是阳性 那所以说台湾的防疫能够成功的关键是说 我们确实有在落实这个集中检疫啊 或者是所谓居家检疫 在隔离14天14加7的这个政策有做到 也包括呢是说刚刚也有说明 相对于机组员 有说原本是3到5天嘛 现在延长到97天的居家隔离 这加7天的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我是认为说一开始听到变种都觉得很可怕 但是其实病毒本来就是会一直变种 台湾只要能够落实目前14加7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 我想大家是不用太担心 因为大家人多的地方还是少去 然后记得戴口罩跟洗手 最后补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说 英国像是说英国 中国一直在讲说不要叫武汉病毒 什么污名化之类 他自己就在那边讲说是英国病毒 然后接下来这个中国包含有些台湾的一些亲中人士 他就一直讲说要两岸包机 要赶快处理春节这个问题 结果中国是最快的 从11月5号开始就已经禁止了所有非英国非中国公民入境 然后到今天开始取消掉所有中国在英国的一些公民 中国你带英国航班取消还不要你回来 所以很显然是说你用中国自己的防疫标准来看 他对待英国 对待自己的中国人都是这样 那我认为是说 从这种延伸来看 防疫这件事情 真的是不要像是一些亲中人士一样 把他跟正式应要去扯上关系 中国会怕英国的一些中国公民回来 台湾也是会怕说可能有一些 在中国的台湾的朋友 他回来会有一些病毒上面的影响 这是一样的道理 跟什么人权 跟什么同理性 什么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 那最后也是要说 台湾防疫能做得好 我觉得是说大家都是能够互相 医护人员很辛苦 那也加上说 我们的这个防疫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日本 日本他也有居家隔离14天 但问题是说 他们实际上执行的状况 没有台湾这么彻底 台湾是说你居家隔离期间 你只要一直失联 或你的位置一移动 就会有警察来按门铃去关心 马上通报了 对 这些像在日本 很多时候是失联的 就是他真的就跑出去 所以说 我认为说日本这样的一个疫情 要控制上 已经到了一个 他们目前的警力 或是医护都到了一个 难以附和的程度 台湾真的是要珍惜 目前像是跟全世界 像在平行时空里面的 一个幸福的环境 没有错 包括这个昨天 其实下飞机的一些 这个乘客也说真的 回家争讨 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这边也要来请教一下 永宏议员 刚才我们听到 有三例 是从英国伦敦 后来的乘客里面确诊 当然大家都会很担心 但是不管 他是不是变异的病毒株 至少他现在 他们都是在 集中检疫所 或甚至 有一位发烧 现在人是在医院 所以就是表示说 他没有进到社区 所以台湾的民众 还是不用过度的恐慌 对 我觉得其实从最近 就是所谓的 英国的病株的变异 不管是不是变异 就是说最近很多境外移入 我们会发现有几个共同点 第一个 他们在国外都是彩阴 换句话说什么 就是说他们其实都做过检测 彩阴才能够上飞机 然后包括我们最近 出来的英国的 也是 他其实做了四次彩阴 然后现在发现说彩阳 所以我一直说 从这个观点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过去以来 国内一直有一些人士 对于我们的防疫 的作为不满 然后常说你干嘛要隔离 14天 不管是尤其是未来 要两岸包机回来 就说 你知道这个要用这个什么 中国大陆的事迹多好 人家国外事迹都怎么做 事实上台湾防疫之所以成功 坦白讲 我们也许比较 笨 但是我们是最成功 我们看全世界 台湾大概是全世界表现最好的 当然其实还有包括什么 纽西兰跟越南 可是你要知道 像越南的处理方式 我讲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越南你现在到越南 你除了要隔离之外 你是要带着棺材本去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去越南 你要入境越南 你不只是说下飞机 他把你集中到这个 这个集中隔离的地方 你必须要附一笔棺材本 因为你如果是 染疫的人 然后在越南 所以他的医疗资源要照顾你 然后你最后如果不幸 又在越南深顾的话 因为这个武汉病毒深顾的话 你所有的费用都包在你那个棺材本 你要带着去 如果你是隔离完 然后采银 确认你是安全的 健康的 才把钱还给你 所以台湾坦白讲是 相对最有人性的 那台湾防疫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我们有好几个 第一个我们坚持这个 回来的这个隔离 我们记得其实很快又过年 去年过年的时候 这种国外回来 大家就是逃回来的 那个隔离那时候 受到多少人的批评 就后来证明是成功的 第二个我们的隔离是比较严的 所有地方政府在执行隔离的时候 他从公所 然后包括这个理干事 包括警察局 他都知道你的位置 所以你连出去便利商店 买一瓶啤酒都不行 日本的隔离是什么 他们常常自己肚子饿就跑下去 买个东西 买个啤酒回去喝 所以那个时候 刚开始大家其实很不习惯 但后来证明我们这样防疫是对的 那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目前疫情在起 我就有几个 未来要考虑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即将春节就要来了 到时候一定会发生一堆 我们国外要回来的 尤其是两岸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从 在中国工作的台商 或者就学 因为 因为第一波不是所有人都回来 后来陆陆续也有人去 到时候是不是又再有同样说 那你是不是 针对台商 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就在讨论 说你台商或商务人士 你只要采因怎么样几天之内 事实上这证明 这都有可能是潜在的风险 因为最近几例全部都是 他登机前都是采因 所以我觉得 隔离14天这件事情 再加7天的自主管理 无论你是 从中国回来的台商 还是从国外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要坚持 不应该要去 任意的说因为你是从中国回来 然后就特别放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大家最近就 从这个元旦的跨年 一直到春节 春节之后又有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元宵节 什么 有非常活动 我觉得这个是要 这个也许下一个题目再讨论 我觉得这个要 大家要慎重去考虑 你如果这一步没有坚守 下一步可能就是 大扩散的时候就要封城 像加拿大安大略省 现在就封城了 所以我会说 这个很重要 我们常常说 没有办法忍受一时的 这个 大家会说我闷久 其实台湾 相对全世界 我们其实没什么闷 尤其我们那个暑假的时候 大家到处跑 你看离岛外岛那么多 没有报复性旅游 对 报复性的旅游这么多 所以其实台湾人 已经消费过了 所以 新一波来 这很重要 第三个就是我们国内一些声音 对于所谓的这个 彩验的试剂 或者对于所谓的疫苗 的这个说法 尤其很多人在讲说 中国的疫苗多好 我觉得 如果我们连这个检测病毒的 这一个 采阴采阳的准确性 都不够的时候 我们不要太期待那个疫苗 就是说疫苗 当然这个很重要 但如果我们在采阴采阳 这个不准确性 都有这么高的时候 是 我们可能还没有到 疫苗这一步 所以我一直说提醒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 不要好像台湾这个 风平浪静的时候 就开始说 我们其实 因为我们太严了 我们就要用这些 测试剂来去检验 你只要采阴就可以放出来 然后再又讲说什么 像之前 有没有联盛委员在讲说 这个中国的疫苗多好 怎么样 坦白讲 你如果连这个 登基前的检验 都检验不出来的时候 你如何相信说 它的疫苗可以确认 最后我要再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说 台湾的防疫表现真的不错 但那其实有赖全民 坦白讲 你看事实上欧美 欧美这么严重 是因为 他常有人就出去抗议 他觉得 尤其在意大利有没有 法国那时候也有 西班牙也有 就是他们就出去抗议 抗议说他们受不了了 台湾是讲 台湾人基本上都还配合 配合这个 李干事每天打电话 配合这个卫生局每天打电话 然后你还要回报 然后配合这警察局 你一离开就去 所以台湾是因为很配合 配合我们的防疫的状况 才能做这么好 那也许因为我们做得太好 大家疏于 就是说 安平的日子太久了 疏于防范 那 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 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再起 然后有这些境外移入 大家警觉心再起 对台湾来说 未必不是好事 至少大家这个警觉心要再度保持再度提高 冬天的时候是最容易有流感的时候 流感跟这个武汉肺炎 因为它症状相同 你搞不清楚就更容易 造成这个社区感染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台湾人要 要想到过去去年过年前后的那个状况 我们应该再回到那时候的心态 我们要保持那样警觉心 那我们的台湾社会才有可能 再次的把这个病毒阻结于境外 真的面对这个疫情 真的要向议员讲 我们要持续坚守我们的防疫措施 不要嫌这个 14加7的这个检疫措施太麻烦 因为现在没有坚守之后的防线就溃手了 接下来要请教佩芬姐 其实呢 这个英国的这个飞机这件事情 最近也是有一些声音 这两天有人说 为什么 昨天这个发高烧燃 他一样可以上飞机呢 就衍生出这个双重标准的这些质疑 其实你知道吗 台湾真的是防疫真的是世界一流 刚刚那个议员有讲 其实台湾真的防疫一流的原因 就是我说蔡英文找到了陈时中 陈时中在控制的情况下表现非常好 但是真正守规矩是台湾老百姓 然后你说 刚刚讲你知道台湾 这样一个地方 村里干事 每一个人哪一家住哪些人 他都搞得很清楚 我们以前常常笑说 国外有时候写信回来 只要写个大部分的地区的地址 然后写个名字 邮差就可以找到你家来送 在全世界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台湾的老百姓真的是守规矩 你说像昨天回来那个 有一个高烧到39度 39度是很高的 如果说真的不好的话 脑筋都会烧坏 他竟然可以上飞机 那当然陈时中说 那个体温高高低低 没错 你在冷气间 然后在什么时候都有高高低低 但是发烧发到39度 已经不是起起伏伏的问题 那个就是真的有病 好 那我们再讲说 台湾真的房的真的是滴水不漏 滴水不漏的原因就是说 台湾的入口机场就两个 高雄跟桃园 那高雄现在大概已经没什么飞机进来 所以你房的很好 你像日本 也算是房的紧 可是日本有那么多的岛 然后机场那么多 你真的很难守得住 所以很多外国人到台湾来说 安全到不可理喻 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个我觉得有时候 比如说罚钱 如果你在检疫期间 满街爬爬罩的话 罚100万 我们也看到真的有人被罚100万 好像有一个台北的就不要交 不要交他的房子就被查封 然后他就乖乖去分了三T之交 还有桃园还有新竹的三个人 各罚100万 可是像柳西南那个机师 闯那么大的货 把我们200多天的免 没有免疫 零血诊的纪录 他才罚30万 然后他还在闹场 还在那边闹 还叫人家送西餐给他吃 然后防疫中心罚了长荣100万 我说那么大一个公司 闯那么大的货 你才罚100万 跟这个一个人 然后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 他从他的房间跑出去 用热水泡个泡面 8秒钟罚了30万 对 他8秒罚10万 10万 那不是很离谱吗 所以我觉得标准只有一个 你不管是 你是本国机也好 外国机也好 你只要进到我这个地方 你就要遵守我这个地方的规矩 你知道吗 刚开始的时候 像中国来的那些飞机 还有化学兵去消毒 把那个行李这样去扫一扫 那像英国来的 当然他有穿防护衣 可是就没有到严厉到这种程度 可是英国也好 意大利也好 美国也好 你看现在境外移入的 都是这些国家来的 所以我觉得 那个防护是真的要非常小心 刚刚那个议员讲到说越南 越南沿到什么程度 川普在大概上个月 他曾经派了他的国安顾问 到越南跟菲律宾 希望他们在这个南海地方 多出一点力 那个国安顾问到了越南 你知道他的团队就住在旅馆 越南人就不准他出旅馆的门口 说你连吃饭都在旅馆房间 我就送到你房间去 结果然后两边会谈的时候 你要戴口罩 到了菲律宾 菲律宾说你跟我谈的时候 你要戴面罩 所以这些国家 他们那个要求 管你是哪里人都要求都一样 可是我觉得台湾 有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李一之邦 这个对人家比较客气 特别是外国人 你知道我们通常叫做外国朋友 你管你是外国朋友 你传染给我这种疫情的话 天下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陈思忠 真的应该要非常严格执行 你不管是什么样 你既然有那样的规定 就照那个执行 该罚100万就100万 该抓去住防御旅馆 就住防御旅馆 没有二话 所以昨天三个英国回来的 今天统统进去 也算进去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现象 可是你知道吗 回来一个 我们要花200多万去医治一个 然后这个 而且他已经在那边 已经有症状 而且有一个发高烧 你显然就是回台湾来医病 所以我觉得那种情况下 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台湾还是要有一套办法 否则的话 你说这些人下来的话 全民负担 我觉得公平只有一个 原则也只有一个 没有人种 没有族群的分配 你进到台湾 就照台湾的规矩 我觉得这个才叫做公平 真的 我们看到现在境外移入 越来越多 所以指挥中心 公布的这个检疫措施 也越来越严格了 包括刚才讲到 现在机组员 从现在开始 原本三到五天的检疫期 要拉长到七天了 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来讨论 回到节目现场 要来请教一下明佑哥 刚才我们看 阿中部长的这个 指挥中心的记者 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昨天 从英国伦敦 飞回来台湾的班机 被验到有三位 这个乘客是确诊的 另外就是因为 这个纽西兰机 是衍生出来的案件 所以现在机组员 达成了一个共识 他们本来三到五天的 这个防疫区检 现在拉长到七天 这个是最新加强版的消息 明佑哥 是上个礼拜 加农部长到台南去回来的时候 刚好在高铁上 也遇到阿中部长 因为去那时候部长就 加农部长林家隆就建议说 能够把这个检疫期 能够拉长到五天 因为其实对很多观众朋友 七天不好意思 对很多观众朋友不了解 是说当时为什么 只有三天的原因 是因为机组人员 真的是不够 那当时是希望说 整个航空业不要因为疫情的影响 已经这么严重了 那如果他没有下来的话 只要这个检疫三天的话 应该还是安全的状态 那哪知道 哪知道有一颗老鼠死 破了台湾 原本两百多天 都没有本土案例的一个疫情 然后忽然间就这样子 而且态度又那么拔腹 态度很恶劣 未来他到任何航空公司 都会碰到同样问题 因为他绝对会有记录在那边的 所以他未来如果他现在被藏友免职 未来当机事上还是会有困难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现在既然延长为七天 对台湾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度紧张 为什么说大家过度紧张呢 因为我们从我们的疫调单位 在做任何疫调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的谨慎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时有很多 有很多不要说国民党 在野党 因为还有加柯文整那边 所以是应该算在野党 蓝白 都开始质疑说 你看他们就是放水航空业 他们就是对航空业 对国籍有所差别 所以上个礼拜我写了一篇评论 去反驳某报的评论 他说我们是什么 纵阳清华 我的老天爷这种评论还写得出来 什么叫纵阳 当时卫福部做任何的规定 都是按照当时SOP 当时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会随着疫情变化 做任何的调整 这是从武汉肺炎开始到现在 都在做的事情 所以任何的拿捏强度 都是在卫福部 他们会召集各部会去决定 不是吗 我们台湾的防疫做得好 最大原因是什么 边境管制 你看那时候林佳龙马上就通知说 那我们要马上做边境上的管制 那有一些控管的问题 所以延伸到我们后来对于医护设备 包括说口罩的这种管制 然后到医院的管制等等 造就今天防疫的结果 这三大医疗体系去配合之下 你看整个防疫措施到今天200多天 不要因为一颗老鼠死 然后过度去做文章 你们就是过得太爽吗 你看人家日本现在疫情相当严重 你看英国这个变种病毒 70%的感染率之后 17个国家沦陷 5大洲都沦陷了 原本日本没有做相关的防治 它现在也沦陷了 他们现在开始紧张 尤其在东北地区 北海到那边现在严重的程度 超乎大家想象 那加上美国 美国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我们在台湾就是配合任何的疫调 去做最好的防务 那讲到英国这部分 其实刚才永宏议员有谈到一个部分 我个人还蛮紧张的 今年在英国注册的学生 有4000多个 那我们之前面对武汉被演的时候 到底从中国回来的班机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管制 包括冰镜上的管理 对他们的裁检等等 那还有隔离 隔离检疫所 这样的一个体制内 那我要问的是说 未来这4000个 我们是不是应该定一个期限 如果你在什么期限之内 要回到台湾来 你必须提供除了三天前之外 那你是不是回来 就是要在隔离的检疫所上 里面去待 那经过几次的裁检 我觉得要重新再去订定 因为这个变种病毒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现象 第一个病毒 它不是因为在英国才变种 那么严重 它一直都是在演变 因为病毒就是会流感化 它会不断的演变 不断的演变 所以有什么 这个阴性检测 第一时间检测不出来 第二时间检测不出来 所以当时国民党一直提出 你们就用中国的疫苗最好 他们检测器也可以用 印尼就是太相信了 他们的总统 跑到香港去的时候 马上跟中国签订合约 说我们就是检验 就是用中国的这一套系统 很好用 结果一检验下去 印尼现在疫情 你都到台湾来的移工 很多在印尼检验明明是阴性的 可是来台湾就是 忽然间就变阳性的 第985跟785跟786 他们就是印尼移工 移工来 然后他们就是采因 采因才让他们进来 所以其实这个 我赶快简短一句 不好意思 是 我们稍微简短补充 简短补充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核酸检测 包括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说 从台湾出去去日本 然后采洋对不对 然后就台湾也很多人在骂说 你看我们一定有隐匿很多的疫情 后来他再采又采因 就是说不要太相信这个核酸检疫 核酸检测 这件事情是我刚才讲说 台湾能够成功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相信 这个核酸检测这个效度 因为它效度有限 不好意思我插一下话 没有啦 我觉得至少说台湾现在要面对的是说 英国这样子变种病毒 不要让它扩大在台湾 今天印出三个之后 不要让它扩大在台湾的感染几率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境外的防疫 境内的格阻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考验未来卫福部跟交通部 很大一个智慧 因为不要小看 我们除了这个跨年等下要讲之外 接下来农历年 很多学生他会急着想要回家 那急着想要回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条件先开出来了 因为不要等到那时候大量回来 我们在边际上没办法管制的时候 我觉得对防疫能量都是很大考验 我们没有那么多负压隔离病房 真的 因为你看4000多个如果 防疫能量是有极限的 只要超过1000个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就应付不了了 这时候我们在境外怎么样做管制 除了说我们这个核酸检验的报告之外 那回到台湾居家隔离之内 你要验几次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说 验两照相不够 而且我们现在隔离14天 好像病毒变种到说14天后 有可能踩到阳性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要呼吁 当然他们说回到台湾 是回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同时有可能把病毒也带来台湾 造成不安全的状况 那这时候考验着卫福部的能力了 来 昆成议员 大家都说我们台湾是现在 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可是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的邻国日本 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 台湾有前车之鉴吗 我们现在要防范这种变种的病毒 要怎么加强这个防疫的措施呢 病毒是一直在变种 那只是说这个英国的变种的病毒 它的这个感染率增加70% 所以大家会紧张 所以像昨天 从昨天从英国伦敦回来这个飞机 大家好像如临大敌 那其实它的这个标准相当的严格 比当时的2月的武汉报纪 其实各严格 因为它要双裁剪 武汉报纪那时候没有双裁剪 而且其实上飞机的时候 还要付这个核酸检测的阴性的报告 那这个武汉肺炎那时候 武汉报纪也没有 那所以刚刚有像佩芬姐有提到说 那发高烧了 为什么还要让它上飞机 主要是因为它有付出那个阴性证明 那付那个阴性证明 那有这个阴性证明让它上飞机 因为不一定发烧的就是确诊 对 或许它上飞机的时候 这个也没有超过38度 没有超过37.5度 那它有附上阴性证明 那符合这些标准就让它上飞机 那它下飞机也马上提到说 它有这个症状 那果然它就中了 那另外两个是这个无症状感染的 那总共有三个中了 那所以这其实这几率还蛮高的 那你也知道说现在 就知道说英国的这个情况有多严重 那其实台湾现在的防疫措施 还是安全有效的 我们就是14加7 那像英国回来 或像之前特别从比较危险的地方回来 不论是从菲律宾或是从中国回来的 我们就是集中检疫 那现在一般就是我们是居家检疫14天 14天之后 那我们在7天的自主管理 那14加7现在都 过去这半年来都有效 那未来如果能够遵守这14加7的这个规定 我认为还是有效的 所以现在很多 像国民党就讲 因为他们为了说让这个台商能够在农历年前 能够回来 不要说有14加7 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普筛 我们要所谓这个什么台商的炮 对台商炮 那就是说如果你有付这个阴性证明 那你就可以回来 其实现在北京的疫情也是在拉警报 那北京现在市委书记他也说 现在北京连续四天已经有本土的疫情了 那所以呢在这个各区 北京的各区 这个进入的紧急状态 所以说北京现在的疫情 你可以说他都已经拉几包了 可见是非常的严重 不然过去他们疫情那个都不明显 或者说都会涉及隐匿 那现在就说台湾来讲说 如果我们现在14加7 把它做得很好 那现在又有加强版的 我们有机组员 就是7加7 本来是3到5天 现在是7天 然后7天之后 还有7天的加强版的这个制酒管理 我觉得就把它做好 那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好那元旦要来了 那元旦这个跨年 我们还在想说要不要跨年 世界各国都已经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了 直接取消了 像纽约这个跨年 都已经直接就取消了 那我们还在想说 那是不是这个要不要办 那其实我认为 现在如果大家认为 这个变种的病毒有可能 或是说要防范它 进到社区里面来 那我觉得该取消还是要取消 这样对大家来讲比较安全 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实名制 如果你有办法完全做到实名制 就知道你办这个活动 来的人是谁 那你才有办法说 这个办这个活动 万一如果有怎么样 我可以找得到人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找得到人 像新北市它的巴黎 我们本来要放一个烟火 那现在就 10分钟的烟火 对 10分钟的烟火 你就把它取消 因为看烟火的人 你没有办法确定说 他的这个 这个是哪些人在看 那现在101的烟火 那据说这个台北市政府 还在考虑说到底要不要放 因为其实就算你有做管制 那大家进来 那看烟火的人 是不是都在那个管制区里面 其实也很难讲 那所以说我觉得 这也要台北市政府 来去考虑一下 就是说我们或许 线上看烟火 也是可以看得很漂亮 看民事的转播 也是可以看得很漂亮 还可以多角度看 对啊 所以就不一定要去那个地方 而且天气很冷 那所以不一定要去现场 去人挤人 而且就增加了这一个 防疫上面一些压力 风险 对 我认为说 既然世界各国 像日本这么严重 或像其他国家 都这么严重的话 那台湾既然现在防疫 已经做得这么好 那大家不要给我们的 医护人员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这个时候 该停了就停 那反正往后我们还有 只要做得好 往后很多的这个 机会多的事 这些旅游的活动 都会还会再出来嘛 就像我们今年七八月一样 所以我认为 这时候该停就停 不要为了这一个 好像为了放烟火 那增加我们医护人员的压力 真的防疫真的一定要有警觉心 我们看到日本现在疫情 真的是拉紧爆了 从今天开始 全日本进入了锁国阶段 到底现在日本的疫情 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我们稍微来 来请教一下朗东 日本后生劳动省 26日晚间召开紧急记者会 证实变种病毒出现 首起本土案例 传染员是一名 从英国返国的日本机师 回国后就医确诊 还传染给一位 没有海外旅游室的女性家人 加上25日公布了5人 日本已经传出多起 变种病毒的确诊案例 也让日本防疫如临大敌 根据日媒报导 日本政府打算 从28日开始 禁止所有国家的外籍人士入境 就算是日籍民众 或是持有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也必须在入境后隔离14天 如果到过出现变种病毒的国家 还得提出72小时内的检测报告 政策实施到1月底 不排除是情况再延长 连日本专家都提醒 肺炎疫情再次卷土重来 传播速度更快 不过新禁令包括台湾 韩国和中国等11国的商务客 能可照常入境 日本他们有发现是有武力 但是并不是说他有散出来 变种的病毒株在这些国家 他的散布的情形 还有我们跟他到底交 就是说每天的航班 或是到底怎么样 我们会针对这些讯息来做综合研判 指挥中心强调 会严密监控日本疫情变化 进行综合评估 绝对不会让变种病毒 轻易入侵台湾 英国的变种病毒 已经入侵到欧亚非 已经有17个国家了 现在要请教朗东 现在连日本都发现 有本土病例 是染上这种变异的病毒株 所以日本从今天开始 要禁止外国人入境 这已经是进入锁国的状态了 对 日本的状况雪上加霜 它确诊的总人数已经到了22万 然后前几天每天 以3、4千人的确诊量再增加 台湾今天应该是加8 那他们是3、4千这样的一个数量 那日本为什么状况会这么糟糕呢 那其实不是说日本医疗不好 也不是说日本的警察 整个制度问题 而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面 一开始没有禁止中国游客 包含让非常多中国人去日本 把口罩都扫光了 所以你一开始做错的话 后面会很难防堵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台湾做得好 14加7很重要 可是14加7 这14天的居家检疫 要怎么样做到 必须要说 如果说台湾的整个居家检疫的人数 暴增10倍甚至100倍的时候 我们目前的警力跟制度 就没有办法确保每一个人 他真的出去的时候 我们抓不回来 因为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能够控制在一个 可以控制的范围 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对 那日本一开始做错了 之后变成说 它整个居家检疫的人数 确诊的人数 医护人员 包括警力都很吃紧的状况下 它现在变成是说 它只能靠锁国的方式去做 但是它内部控制上面 还有可能有很多人 它只要没有遵守居家检疫的规定 在外面走的话还是会传染 那来补充一点有意思是说 但是即使如此 明年7月到8月的东京奥运 目前东京都的知识小池 他还是想要继续办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又成为日本的 第一个女首相 他在政治声望上很高 所以他讲要赌一把 因为对日本人来讲 第一个东京奥运 从2013年到现在 估计能够产生的总的产值 可以到几十兆的日元 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为他有年代的一些周边 商机等等 所以他有非常多商机跟经济压力 第二个对于政治声望来讲的话 日本人也希望说有个希望 如果说东京奥运顺利的举行 大家皆大欢喜 带来很多欢乐的话 这对于说政治人物 像是小池来讲的话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但是从这一点回来看 对台湾来说 台湾政治人物 我坦白说也有一些压力 所以整个跨年圣诞 没有办法完全去取消 那这个我们能够体谅 但是对于民众来讲 真的是奉劝大家说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那你真的很想去跨年 那你看到人多的地方就先走开 继续稍微稀疏点地方 然后尽量注意整个防疫的过程 口罩洗手等等 因为这个过程中 川台湾目前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 被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能够保持这个安全 是大家非常努力跟小心得来的 大家还是要继续谨慎 真的刚才朗东所提到 日本的这个东京奥运 明年的这个七八月 到底还办不办得下去 真的就要看这个疫情发展的状况了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 立法院莱猪表决大战落幕之后 国民党现在是串联22个 县市议会的党团 他们今天非常大动作 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再次高喊反莱猪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一起来看